我相信加善这个地方 除了江浙湖周边的人 可能靠得近一点的人 他们知道这个加善 其实再远一点的人 或许根本就不知道 有加善这个地方 但是加善这个位子 实际上是得天独厚的 它在上海和杭州之间 而且是一个县城 唯一的一个县城 然后再过去是嘉兴市 然后再过去就是杭州市 而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有两个火车站 一个是高铁站 一个是嘉兴老站 那到上海可能半个小时 甚至20分钟 那到杭州也是不到半个小时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理位置 其实是非常好的 然后你们可以看 现在这个是加善的 一个新城区 地容地貌 基本上有些时候 可能我觉得超过一线城市 都没问题 这边都是2020年之后 改的新楼 你看 而且路也很宽阔 唯一的就是人比较少 然后今天呢 就从这个新城区 一直骑到周边的一些乡镇 去看一下 相当于说也是瞎溜达一下 没什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带大家看一下 中国的这种非常现代化的小县城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然后很有意思的 就是可以看到这种极度现代化 一下过渡到一个这种乡下 这种比较偏僻的乡下的 这么一种感觉 这么多年我走过的大大小小的县城 加善我觉得算是排名第一的这种现代化了 至少就我看过的这些县城领域中 它的建设实际上非常现代化 那为什么会这么现代化呢 就是它可能是靠近上海 然后又毗邻杭州 就属于浙江跟上海的一个交界的地方 那以前它可能是想把这个上海的人才给引进过来 但是现在这两年不是这个经济环境不好吗 所以这个楼建起来了 但是人没有来 整个这个新城区空旷 很空旷的 这一大片都是孔雀城开发商 木质锁集全是孔雀城 然后昨天跟当地的中介聊 聊到说这个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 然后以及卖房情况 其实在几年前 也就2020年左右 还有可能这更早一点 这边的房楼房 基本一出来就卖空了 到现在一套新的房没有 没有一手房 然后全是二手房 当时他们买这一片 这个孔雀家战城 大概是一万七八左右 贵的甚至有两万 但是到今年 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腰斩七八千 而且还不一定卖得去 投资客基本上都是来自杭州或者上海 上海可能比较多 像我现在租的这个房 这个房东就是上海的 他们现在割手上 现在卖也卖不出去 然后你说在像当年那个一万多的价格 那也不太可能 因为这边深的房大片大片的 基本上没有人住 然后你如果在这边租房的话 基本就是一千二三 一千三四左右 差不多就能搞定 所以我觉得呢 实际上这边可能就比较适合的 这个租客 然后过来 比如说像数字游民啊什么的 然后到这边来发展 其实挺好的 这边你要说这个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气候 特别是夏天的气候 那简直就是人间炼狱一样 相当热 三十七八度 而且是特别真 因为复热带高压 每年复热带高压都是笼罩着这个江浙户 尤其是上海啊 杭州啊 嘉兴嘉山这些地方 一条龙 真的是非常难受 所以你就闷在屋子里吹空调 或者要不然就是夏天 你得选择离开这个地方 前面你看这个高楼 远处的这么有一个高楼 现在是正在修建的 也马上快修好的 嘉山第一高楼 两百多米 也是要招商引资 有酒店啊 然后办公啊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看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嘉山新的商业中心 一栋特别高的楼 然后旁边是谢尔顿酒店 还有一些商贸楼 那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不得而知 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要吸引人 因为没有人 其实一切都已经空谈 那只要有了人 很多事就好说了 你看这么大的商业体 其实不比北商广的那些商业中心差 对吧 现在是往大运镇的方向走 大运镇还是属于嘉山的 然后再往前一点就到平湖市了 平湖市就是另外一个市区 地基市 它是这个在浙江为数不多的 没有通高铁的 没有通洞车的 没有火车的这么一个地方 平湖 所以你看着这条路来来往往的这种小车啊 大货车啊 还是挺多的 因为其他县市去平湖 它只能走公路 我估计 我是唯一一个骑自行车 走这条路的 所以其实挺疯狂 这就已经到大运镇了 环境可以 挺不错的 今天是周五 看都基本没什么人 田里面有些农民在忙坐 这种小道就很舒服 骑着自行车慢悠悠的 在这一路走 有些时候吧 一个人或者谁 就是待在这个小县城里面 是比较孤独无聊 我不知道 就是大家有没有同感 那你就不得不 其实出来走一走 散散心 到哪儿逛一逛 因为这种小县城 人与人的交往 其实也不是很密 你看这种人气 就没什么人气 只能出来和大自然交朋友 还好 就加上这个地方 包括周边 设施建设的 什么都挺好的 荒凉是比较荒凉 但是你会感觉 这儿的街道 这儿的人文景观 就是他们是用心在去建 用心在去弄的 没有说就是敷衍了事 这还有趟公交 看着公交又想起 就是这个加善 这个公交系统很不发达 到哪儿 基本上这个车很小 路线也很小 然后收班时间 基本上下午五六点钟 就收车了 没车了 那你到六点之后 怎么办 你只能打车 然后我现在像 你看 现在骑的是这个 加善线自己的共享单车 在这儿没有美团 什么滴滴这些共享单车 然后有当地的这个单车 当地单车就是 你需要在固定地点去借 固定地点去还 但它的一个好处 就是基本上免费 就是你不论骑多少次 每次的前一个小时都免费 那其实像我 像这个骑了五十分钟 骑到下一个站点 再去下一个站点还掉 然后又租一辆车 然后又开始重新 免费的一小时 那基本上算下来 如果一天 在这外面到处逛一逛 那也花不了几块钱 甚至不花钱 就是挺惬意的 就这种小刀 反正骑呗 没啥事 这种小刀的感觉就是 你要说它原始吧 落后 它没有任何原始落后的感觉 然后 其实就是你要说 它特别现代 也没有说 很多的这个现代设施 但是整个路 就是感觉很整洁 是这个现代人去见过的 反正挺自然 现代与自然的一种结合 就到了两个 算是这个地方比较大的两个景点 一个是 一个是哥非送巧克力景区 哥非送是生产巧克力比较有名的地方 一个牌子 它在这个地方还建了一个 类似迪士尼的那种 但没有迪士尼规模那么大的 一种那种游乐园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避云花海 下面还有一个了凡纪念楼 为什么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么多烂尾楼呢 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看这种外立面已经烂尾了很久了 烂尾楼中的旧房 不知道为什么烂尾楼 这边一下就过渡到 算是一片荒田吧 也没有人种 杂草丛生 从这个栅栅往外面看 那就是哥非送小镇的路口处 是个游乐中心 今天周五 也没有人会起车或者走路来 都是开车来的 这儿有个停车点 已经到碧云花海景区了 但这儿要门票 要20块钱 所以我就不太想进去了 因为我刚才在这周边 其实都已经骑过非常多的地方了 大概也能顾料出里面是一种什么景象 就可能更多的花和植物 那这其实周围 风景也挺不错的 就没有必要进去了 然后现在再围着周边 再转一转 骑一骑 其实这骑的过程本身也是在相守风景 前方老车 前方老车 就是个什么小院 起进去可以看一看 你看这条道 也挺舒服的 非常凉快 只要一有树 而且树多茂密 整个空气就变得非常凉爽 刚才外面30多度 而且太阳又晒 你看皮肤都晒黑了 这条道 景真好啊 像刚才那个景点 其实一个人去没有意思 冰云花海 我查到网上说 那里是浙江的阿勒泰 大块广袤的草原 但是一个人去呢 有点浪费了 多好的相间小路啊 你看那边还在建新的高楼大厦 只可惜啊 一个人没有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江浙这边的这种这种村正常态 但还是因为天气热导致的 基本上白天 看不见人 按理说 农村人口应该是占绝大多数 可是来到像这些地方 而且还是平原 一个人都没有 但风景真的不错 只是不知道啊 可能一个人待在这里会不会腻 待久了 可能还是会感觉到无聊吧 这都是一望无际的小草原呢 这就是所谓的江浙平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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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路太漫长了 根本走不完 也不能开车来 像这种小道也没法开车 其实就适合骑自行车溜的 这些路太漫长了 这个是个VLO 没有人住 特别破坏 然后在这两天的夜中间 等等 这的产生控制 这些路好像走到底走不通了 就是说烂石桥 很原始的 我得把车推着上去 比较有年代 银行写队 大概半个小时 这差不多又到 加善县的县中心了 那些高楼 就是加善县中心的一些大楼 往那边走 那个主干道也是挺繁华的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开始往回走了 人也已经晒黑了 有点戛然而止的味道 但实际上 今天汽车骑了非常非常久 从中午12点出发 一直到现在快四五点钟了 然后回去可能 差不多也得六点左右了 吃个晚饭休息 拜拜了再见 也希望大家多出来溜达溜达 有空结伴 今天这么辛苦 给个赞呗